走遍中国三百个城市的车牌旅行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陕西宝基 昨天拍火车被吊车机挡 今天我又找了一个更好的位置 带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这儿啊 这里呢有一个砖器的墩子 这个墩子它正好处在 左右两座铁路桥的正中间 我打算爬到这个墩子上 在这上面去拍的话 左右两边的火车我都可以拍得到了 左右逢源哦 它不容易挪啊 稍微有点晃 但是还算平 可以完美 现在是早上八点整 这一列车就是今天的主角 从西安到宝基的特700H双程客车 它本来应该是7点57分到站的 但是晚点10分钟 预计在8点01分进入站台 它从西安触发的时间是早上6点03分 不算首尾站 沿途停靠咸阳和阳林两座车站 在早上7点57分到达宝基 全村运行一小时54分 一般的旅客列车标准编组是18节车厢 但是像这种双程火车 因为用电 供软 智能 以及重量都比单程火车大 这样的话 供电车的负载就比较大 列车的启动时间和自动距离 都比我们平时做的单程火车要长 所以 这种双程火车最多拉16节 现在这一列甚至只有13节 比单程火车足足少了5节 吊车机吊车的这个时间 也是卡得很准的 似乎每天早上这个点 它都会准时出现在桥上 不知情的我 昨天就在这一座桥的另外一侧拍车 结果就和现在这个姿势一样 被吊车机挡了个结结实实 今天我换到这边来了 吊车机再也无法阻止我拍车了 这一列就是昨天被挡的特7002次 从时间上算 我怀疑这一列就是刚才8.01分到站的特7001那一列 你看啊 8.01分到保机 8.50又从保机出来 这时间来得及啊 另外 刚才那一列发电车在最前面 现在这一列发电车在最后面 我有此怀疑这两列车其实就是同一列车 第三列 北京西到成都的特7 这一列车我做过 以前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从成都去北京出差就做特8 从北京回成都就做特7 有一次因为时间紧 没提前买票 最后只能买了个无作票 从北京一路站到了成都 由此同行给我取了个外号 叫赞神 对他们来说坐火车27个小时站着很不可思议 但对于像我这样苦孩子出生的人来说 很轻松啊 刚开始我很不理解他们的不理解 但后来我慢慢的认识到 生活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啊 相互不理解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们生活的条件 不需要让他们去经历这样的事情 他们觉得他们那样的生活 才是理所应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